在这之前要问一下我们的王一博队长 俩都是你的 现在有什么要说的 注意身体保存体力 玩得开心 我们让我们的队员们现在都先喘喘气 对 因为现在我们的比分还没有统计完成 然后这四位是哪两位晋级到我们最终的这十二轮的比赛 也不知道 但是在这里跟现场的所有观众说一下 我们十二轮的比赛将会分为两个六轮进行投票 而如果最终出现一比一的大分的话 我们将会需要再加赛三轮 没错 所以 最终的 是三个轮 加三个轮 对 是三个轮 是 这样吧 我们先来采访一下我们的各位队员吧 好不好 好 我们先来采访一下我们的各位队员和队长 问问他们现在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稍等一下 好 我们先请要出站的有可能会出站的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对 我们四位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 同样感谢四位队长辛苦了 接下来消息调整一下 当然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进阶四位刚才每个人表现都有七轮 虽然是十二轮连续的battle 但是每六轮 每六轮会停一次进行一次投票 好吗 然后也就是说六轮为一大轮 总共进行两个大轮 如果出现最终两边一比一 我们需要在最后加赛三个round 然后再进行我们的最终投票 没错 我相信大家非常期待 究竟目前为止我们的四位到底谁能够进入到我们最后的总决赛呢 没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因为真的是现场进行battle 没错 然后八进四 四进二都是连续进行battle 所以选手一会儿能够更好的表现 现在也是需要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好的 稍微的调整一下 我们现在的结果还正在统计当中 那刚刚我们再回顾一下 在第一轮当中 也就是说我们的叶英跟我们的Akizan 有一人可以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冠军的battle 对 第二轮是我们的杨凯和Bubu 有一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冠军的battle 没错 也就是说最终的决赛两位 将会从我们这四位当中所产生 怎么样 大家看得还过瘾吗 我真的看到这么晚的一个比赛 观众 现场的观众真的一个都没走 我们也给自己一点掌声好不好 因为本来其实这个时间 照理说应该是很多人做戏应该已经睡觉的时间 没错 但可能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整个都已经嗨起来了 热血澎湃的感觉 这个就是街舞的精神 每一年到了我们的总决赛的时候 可以说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个不眠之夜 不仅仅对于我们是不眠之夜 对于我们所有的舞者 包括我们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来说 可能已经是无数个不眠之夜了 昨天晚上有很多很多人几乎没有睡觉 没错 那么在这里呢 真的是辛苦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为了我们这个舞台的搭建 包括我们的彩排 付出了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一直到今天终于到我们的总决赛 而接下来马上就只剩我们最后的这一轮的battle了 没错 而且我们其实导演组对我们也够放心的 对 完全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干嘛 就是很放心地放我们俩在台上聊天 你告诉我呢 就是说说的话是一样的 就是聊天 我们现在真的是要简单聊一下 其实从今年最开始的时候 这就是街舞4的消息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说 为什么今年是一个只有一百人呢 然后后面就发现这是一个邀请赛 而且来了非常多国际舞者 大家也说了 就是国内的大神和国际的大神相聚 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然后我们的这就是街舞节目组 并没有辜负大家期待 而且一直每一集都在不断地超越大家的想象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就是街舞 在去年我还记得在总决赛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最后有宣布 我们即将全面地升级 在今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 我们依旧能够做到邀请到这么多国际的舞者 一起来到我们最棒中国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比赛 可以说是相当之难得的 也是让很多的国际舞者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 没错 而且现在正在观看直播朋友 还有正在坐在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真的辛苦了 因为你们不只是在看一场比赛 在看一场活动 你们也在看着中国街舞的未来的诞生 也在看着中国街舞一直以来的发展 这四年以来 虽然你们可能有的人是第一次来 有的人不只是来过这一次 有的人是一直陪伴我们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但是在这里真的谢谢大家了 谢谢你们 真的谢谢 但就是因为这就是街舞 所以让中国有更多人看到了街舞 没错 我们也在今天一开始也提到了 我们也全新地打造了一个街舞的宇宙 这个宇宙其实在不断地在扩大 在蓬勃当中 包括我们今天的现场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年轻人 很多的小朋友都来到现场 然后参与我们的街舞盛事 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街舞 为爱而战 与子同袍 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精神上的一个感动和感受 它可以去改变很多人 让更多的人心中充满着爱 没错 而且今年呢 大家对很多的舞者方面的认知 都在不断地突破 一个是舞龄 一个是年龄 一个是大家在跳舞的时候 能够给予的状态 包括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半决赛的时候 Aki Sang 然后说想要和大家一起来跳舞 然后告诉大家 比赛不只是一场 就不只是现在 整个比赛 就人生一直在进行当中 不断地和自己比赛 他的比赛永远都没有结束 所以在这里也是有很多很感动的画面 包括之前我们非常感动的 Ziko 然后尼尔森 虽然因为家里的原因 然后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去 但是呢也非常感谢他们 在我们这一季留下这么多精彩的名场面 所以这一季呢 马上进入到的就是真正最后的一个 终极的一个battle的一个环节了 没错 我相信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 并且我相信很多人更期待的是在 明年我们的街舞呢 究竟会有怎么样的改变 会有怎么样的升级 会有什么样更多的突破次元呢 以及我们的街舞宇宙 又该怎么样变得更加的庞大 没错 这个谜底一会儿呢 也会有机会来为大家来揭晓 没错 而且这一次呢 我们成立了这八人的九人八组的国际联队呢 也我们大家也可以好好来期待一下 国际联队究竟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他们会成立这国际联队之后 会为我们的街舞圈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也真的可以一起来期待 也可以一起来和我们讨论一下 对不对 并且我觉得街舞圈最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这个 这就是街舞最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其实大家可以不断地回来 我们每一年都跟以前变得不太一样 包括很多人可能他的舞种啊 也练得更多了 包括很多人他的性格都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朋友的话也会变得越来越多 其实每个人的变化都因为街舞而发生了正向的一个变化 没错 而且不只是街舞 大家原来在听到街舞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小众的文化圈 说这是一个on the ground的圈子 它是一个小众文化 到慢慢地和大家接触 以前我们跳街舞的人说街舞就是会跳的人跟会跳的人玩 然后你不会跳的 然后感兴趣的人 你们想要接触 你们也不知道在哪里看比赛 而在这四年当中呢 无论这个综艺呢 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了这个舞种 包括各种各样的玩法 它也一样让街舞让更多人看到 更多人接触到 就像现在在座的各位观众 以前我们一场比赛可能在座所有人 他们都一定会跳舞 因为你不会跳街舞 你可能不会来关注街舞 不会来看比赛 但现在更多的人他们也许不会跳舞 但他们都可以说得出来街舞的五种 说得出来技术的名称 说得出来哪里是诈点 说得出来我们比赛的赛制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节目组进行的推广 我觉得这个你应该感触真的很深的 对 可能最早的时候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主持一个比赛的话 一个街舞的比赛的话 可能它是一个 有的时候规模可以小到什么程度呢 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和DJ阿龙就是驴龙 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参加的聚会 所有武汉跳popping的人 一起到那个聚会 前辈新人加起来37个人 所有人加在一起37个人 37个人 而我们认为 哇 中国竟然有这么多跳街舞的人 那就是我们刚跳街舞的时候 大概05-06年 我们刚跳的时候 对 而且其实我今天在这里我也很开心 因为刚才Aki-san 他有带到就是我们整个的帮跳团 然后里面有一位 也是我的很好朋友 我前辈 而且他是就是带领我走上 就是Battle MC这条路的人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赛事Battle MC 他叫鱼头 他今天也在现场 我在这里我想跟他说 虽然刚才我们在台下没有说很多的话 但是很感谢你 我的从大家所认识到的主持的方式 包括从五数到一的节奏 包括这个声音 包括这样的气场 而且包括对文化的态度 从一开始在武汉 然后到北京去学习 然后再到我回到武汉 非常感谢你 我不知道你现在站在哪里 但很感谢你 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的主持 谢谢你鱼头哥 谢谢 我跟廖伯我们聊了会天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队长已经全部回到的我们的舞台上 我没有一句废话直接来宣布结果 第一轮比赛的是叶音和阿基桑 两位 阿基桑 阿基桑 叶音 两位 你们的比分 最终比分是 一百二十三比三十九 叶音获胜 恭喜叶音 同样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阿基桑 阿基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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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比66 杨凯获胜 所以我们最终的比赛 是由我们第二季的总冠军 对阵第三季的总冠军 叶音对阵杨凯 朋友们 第二季的总冠军 对第四季的总冠军 所以最后 第三季的总冠军 所以最后已经不是一个冠军争夺战 没错 而是我们的终极冠军争夺战 对冠军对冠军 谁才是冠冠军 没错 朋友们其实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身后 就是我们本季勇爽天下 Super X这就是街舞的冠军毛巾 本季我们的国际精英挑战赛 每位选手都体现出了我们的小蓝屏 生而无畏的挑战精神 够胆够battle 不断地攀登巅峰 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奇迹 那现在我们的冠军毛巾已经就位 我们的舞者也蓄势待发 让我们在勇闯天下 Super X的陪伴之下 一起共同见证 第四季 这就是街舞全球精英挑战赛 总冠军的诞生 在这之前要问一下我们的 王一博队长 俩都是你的 那现在有什么要说的 欢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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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身体 保存体力 玩得开心 注意身体 保存体力 玩得开心 让我们先保存一下体力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